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阿娇和好姐妹阿萨合体现身机场 两人正一同前往乘风破浪第三季节目录制的现场 姐妹俩穿的一样 短款T恤搭配活动裤 默契十足 蓝白搭配 清新十足 太有夏天的感觉了 阿娇今年穿了很多次露气装了 小个子这样穿凸显身材比例 身高不到160的她 凸显腰线是很重要的 紧身短超白T 在夏天很常见 白看不厌 简单的字母和小动物图案 可爱十足 这种紧身上衣最能凸显 凹凸有致的身段了 下半身的破洞裤 典型的街头 个性潮流泛 模白 做旧的浅蓝色破洞牛仔裤 清新又复古 裤子略显宽松 能遮盖住腿部缺陷 破洞一大一小 不对称才够个性 细细的皮带 实用又将身材比例分割的更加清晰 脚上是一双后底运动鞋 简单的黑白配和整体造型风格一致 阿娇很喜欢穿后底鞋 这次的穿法还可以 没有显得那么笨重 只要是白色居多 比那种黑色为主的后底鞋 略显清新 轻盈 包包特意选择了大款 编织风格 夏日度假风 朴素编织包 经济实用 高高扎起的头发 阿娇适合 高丸子头 优越的脖颈彰显出来 阿萨也是丸子头 穿路腰装 比例比阿娇要好 两人的破洞不太一样 阿萨的是破洞元素更多 竖腿设计 看起来更美俐落 阿萨腰腹更细 可以看出健身的痕迹 不过虽然阿萨比阿娇身材好 但阿娇的美完全是 本掩盖 在阿娇身上完全能够理解 颜值可以弥补身材这句话 和任何姐姐合照都不逊色 最近很多姐姐晒了合照 阿娇和宁静这样的 大女王美女在一起 合照 阿娇的光芒也没有被掩盖 两人离得特别近 但阿娇的颜值感觉 比宁静还要高一点 简简单单的美 这么多美在一起 感觉真的 阿娇的颜值是最高的一个 毒气嘴来更可爱了 颜值惊艳又耐看 决决字 皮肤状态超级赞 水润 白皙 看不出一丝老态 她真的和年轻时候相比 变化不大 41岁的人看起来像21岁似的 这么多年一直胖胖瘦瘦 但颜值和皮肤保养的超好 在合照中 头也是最小的一个 风衣配牛仔裤 看起来违和的混搭 穿在她身上变得高级很多 个头身材都不占优势 但凭颜值 阿娇硬生生杀出重围 这张合照中美女更多 除了阿萨 还有张天爱 王兴林 吴景岩 这么糊的画面 不细看都认不出来 但阿娇是辨识度最高的 也是第一个认出来的 她做可爱的动作很自然 头颅真的很完美 圆润饱满 怎么拍颜值都很优越 41岁的人扮起可爱 一点都不违和 灰色连体裤搭配黑色背心 外套脱下一半 穿法简单高级 小心机瞬间拿捏 高腰连体裤 将阿娇的比例 切割得很完美 这款连体裤 很适合理性神采的妹子 又酷又可爱 阿娇完全是张库的小甜妹 抓丸子头也好看 头型和五官是真的优越呀 姐姐动途更是绝绝子 让人忍不住舔平的节奏 走性感酷帅风也是超级好看 可爱甜美的性感女人 都能拿捏轻松 你可以永远相信阿娇的颜值 虽然身材顺色一些 但是颜子足够掩盖身材的不足 王兴林无疑是这五个月 最亲切的名字 自从她在浪街舞台上 唱跳了成名曲《爱你》 立刻在大繁围间 申起了回忆杀 翻红仿佛在一夜之间 就在这两日 网友发出了王兴林下班后的视频 视频里 她才一下车就被几个中年男粉围住 但并非狂热追星模式 而是像爸爸一样 一脸自相守在旁边 集体一副笑 看着偶像 接着腼腆递上准备的礼物 独特的追星模式 被网友调侃 像极了老父亲 偷摸来看女儿团建 只是不得不承认 被爸爸粉支持拥护的王兴林 生命中最为遗憾的 恰恰是父亲的缺席 熟悉王兴林的人都知道 她是典型的年少成名 醉火是一度站在顶流位置 却因为困于爱情 不断被渣男所累 最终一点点 在时代潮流中褪去光芒 一度沉寂了好些年 投射在她身上的目光 有很多种 大多是对青春偶像 落幕的可惜 但也隐隐约约包含着 恨铁不成钢的联系 人们一边痛恨渣男行径 一边埋怨她恋爱闹 又太没有眼光 所以才会一次次被 唐仪炮弹蒙蔽 只是就像张爱玲那句 如果你了解故事的我 一定会原谅现在的我 与王兴林来说 儿时父亲的缺席 影响不止在些许片段 更渗透进了 每个不起眼的选择力 需要一生来化解 一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 黄小雷是第一个 让王兴林敞开心肥的人 先是大方招呼 王兴林吃兔头 又是充当知心姐姐的角色 一听到当王兴林 说自己压力太大 就耐心坐在她身边安慰 晚上回到房间 还会特意拉着她 到楼梯间探心 难怪王兴林会说 其实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我觉得你让我很有安全感 安全感一词 在王兴林的人生中是匮乏的 不止在浪劫舞台 终其一生 王兴林都想找到 那个安全的港湾 众人眼里 甜蜜又温柔的她 拿到的却是灰姑娘的 剧本 王兴林出生于台湾 一个普通家庭 除她之外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从董事起 她见惯了父母 为了一点小事 大动干戈 只是每次再如何争吵 一家四口人 总能在某些片刻 拥有些许的温暖 直到四年级的某天 爸爸教助正在玩耍的她 认真又疲惫 以后要好好照顾 毛毛和弟弟 收完便带着行李 投也不回地 走出了家门 起初 爸爸还会悄悄到 学校门口 看王兴林和弟弟 渐渐地便不再回来 离别悄无声息 但沉重起来 却能轻而易举地 将人击垮 爸爸走后 王兴林常常 噩梦环绕 总是害怕妈妈 也要将她抛弃 另一边 离婚的打击 加之生活的压力 早已一点点 将妈妈击垮 还患上了抑郁症 王兴林记得 那时的妈妈 常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情绪失控 在一次洗碗时 她不慎打碎了一份餐具 便迎来母亲 劈头盖脸的打骂 有次甚至拿尖锐的钥匙 砸伤了她的额头 可是事后 妈妈常会懊悔地 抱着王兴林 一边道歉 一边痛哭 王兴林从没有怨过妈妈 实在委屈 她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将音乐音量开到最大 只有沉浸在音乐里 她才能短暂地 忘记所有阴霾 后来王兴林说 我很早就学会了 坚强独立 独立坚强作为报义词 是她从灰姑娘剧本里 跳出来最为光明的部分 但另一面 是在父爱缺失的环境下 令王兴林被迫长大的她 也是过早懂事 虽然性格温柔细腻 及时地体察周围人的情绪变化 却习惯了压抑自己 不敢表达真实情绪 正如心理研究表明 缺少父爱的女孩子 常常表现为内心敏感 缺乏安全感 同时情感需求大 亦成为招扎体质 而这一切都为王兴林感情受挫 埋下了伏笔 二 有人曾评价王兴林 她是田墙惨的代表 这三个字分开来 即是说她长相甜 事业强 爱情惨 但强字同时也对应着其他含义 由事业上要强 自尊心强 责任感强 这种同样的原生家庭 给予她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 她不得不一边照顾优晓的弟弟 一边安抚生病的妈妈 在别人向父母撒娇 求助的年纪 她已经习惯了 反是要先靠自己 这一点投射在事业上 但是不交气 不服输 不内耗 目标感相当明确 起初她先是被经纪公司送到日本 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畅调训练 只有通过国内外两个经纪公司的考核 才能正式出道 独自在异乡下 只有孤单 迷茫 更有每天八小时高压训练后的疼痛 但王兴林一边崩溃 一边仍带着一身伤 苦苦坚持 正是这份要强 使她顺利完成培训 成为当时台湾 公司在台湾的第一个签约的艺人 第一支MV拍摄于冬日的游泳室外 室外游泳室 当时专业替身都嫌冷 摸了水温掉头就走 王兴林却咬咬牙 硬是憋着气往水里钻 只可惜这样的平民 却没有换来专辑的达脉 反响惨淡 她当即对工作人员放下狠话 如果第二张专辑效果还不好 就退出歌坛回去念书 幸好人到达低谷 就是触底反弹的时刻 第二张专辑爱你的推出 不仅在整个亚洲 创造了百万笑量的成绩 还顺势让王兴林找准风格 获得了甜心教主的称号 23岁的王兴林 事业就此按下了加速升级键 随着天国的嫁衣 微笑pasta 桃花小妹等影视剧的大爆 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行程越发紧凑 个性中的要强 令她不允许自己停下 拍戏路哥连周转的时候 王兴林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体重一度降到了39公斤 多年后接受采访 提起那些没日没夜工作的日子 王兴林觉得很值得 作为信任 有机会就要把握呀 当你真的做完后 回过头来就会发现 原来已经跑到这里了 只是事业上的顺着 无法填补内心深处的空白 王兴林不止一次感慨 好希望有个肩膀靠一靠 但爱情本就残酷 常常是憧憬在前 失望在后 有关爱的难题 没有人会教她怎么解 而童年对于爱的渴望 一旦找到了自以为的落脚点 就极容易让人乱了阵脚 丢了尊严 失了轻信 忘了底线 三 2010年王兴林的前任范直伟 在俩人分手五年后 突然爆出俩人恋爱时的亲密照 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记者闻风而至 试探性的问对方 那时你19岁 王兴林17岁 是不是都把最美的第一次给了彼此 范直伟大言不惨的回答 我以为他17岁 第一次是给我 但不是的 我内心有点小失望 接着 似乎是想挽回面子 继续补充自己曾打过王兴林两次 言语中尽是得意 私密情势瞬间流产开来 成为人们的饭后谈资 故事总是惊人的相似 另一前任姚元浩 在与王兴林分手半年后 女方的私密照随之流出 不仅如此 在一起期间 姚元浩因为与前女友纠缠不清 导致前女友在媒体面前哭得离花待遇 顺势给王兴林扣上了一顶小三的帽子 前一段纷纷和和六年 后一段轰轰烈烈四年 可无一不是以难看的方式收场 仿佛拉扯下 直接将王兴林的事业拖至谷底 南方的渣自然不用说 可王兴林在感情里的诸多弱点 同样是致使他 总是被渣男伤的原因 由于自小无法与父亲建立起健康的沟通链接 导致他太渴望获得亲密关系 也太容易失去判断 以至于对方随便说几句甜言蜜语 就经不住一步步沦陷 再加上父母离异 使他对分离格外恐惧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放低底线 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迁就对方 就像是对范之伟 从最初被曝与模特暧昧 到最后出轨实锤 这期间 王兴林选择的不是快刀斩乱吗 而是一边为男友找借口 一边怪自己爱得太没顾气 没有获得过偏爱的孩子 会更害怕一段关系的停滞 因为有一点爱总好过一无所有 只是如此渴望从爱情里获得治愈的王兴林 却不由得一次次宣告失败 如同一个怪圈 越奋力抓住救命稻草 离幸福反而越来越远 有人说 王兴林经历的可悲 就在于遇上的男人 无一不是在消耗他的人气 连亲生父亲都不例外 当年消失许久的父亲 一听门女儿成了赤手可热的明星 立马嗅到了商机 开始与女儿的名气 做起不靠谱的生意 大卖神仙水 导致王兴林形象大跌 前任为了博得话题 时不时就要提起他一回 就连这次王兴林参加浪姐三番红 都被网友发现 范直伟发文 老天鹅而已 满屏的嘲讽 好在愿意同类部分可悲和解 与原生家庭的和解 王兴林才得以站起来 曾经他试图用爱情弥补缺口 将恋人视为唯一的情感寄托 于是当爱情崩塌 他心里的防线也随之崩溃 后来他不再从虚无缥缈的感情里 寻找归宿感 而是在专注成长中治愈自己 以此获得安全感 放下内心的委屈不甘 停止对过往的质问 对自己的怀疑 不再每天挣扎 纠结 开始慢慢寻找出口 帮人们同情他 旅被渣男伤害 他反过来 安慰粉丝 只要爱过就是值得 当外界嘲讽他从天后走到过气 他不做回应 默默做好身材管理 定时练习唱跳 随时等待翻红 看似方红是运气 其实这一刻他早已为之努力了太久 从王欣妮的身上 我们能看到 原生家庭的确 无可避免影响着未来走向 但要说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决定我们能不能获得幸福 原生家庭只占了其中一部分 并不是简单的少吃点苦头 少走些弯路 就能顺利走向幸福 恰恰是面对苦痛的态度 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涅槃重生 只要朝前走 才能真正的同过去和解 要相信父母遗留在自己身上的创伤 终有一天会平复 内心隐隐作痛的黑暗过往 终有一天会变成明媚的鸟语画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